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赶导师 赶天地 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在场的超马家人 全球的超马家人 还有理会的来宾朋友们 大家下温好 好 非常感谢 英琪营长给了我这个机会 站在这里跟大家 来分享 我进入超马前后 这一段奇妙的经历 对我们所有的心路一层 为什么我这一辈子 我自认其实我是个公共努力认真 又很继续的主持人 可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同时啊 我也是一个业力非常深重 作业非常深重 而且啊 我也自认我是一个 非常非常劳碌力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从我踏入职场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不断不断地道具自己 我一定要非常地努力认真地做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想要获得世界上的成功 那这样一个强烈的应验 不断不断在我的脑海里面 不断地做好的 可是说起来真的很好笑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得到的成功 因为其实我对固执的要求 我身上很高 那就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意念 驱使人 然后因为这样强烈的意念 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认真努力的做好我本地的工作 那么因为这样我在所有的工作的里面呢 我投入了给别人更多的时间跟信任 从我跨入职场的那一天开始 往后起算了20年每天 其实我每天投入工作的时间超过12个小时 哇哇礼拜六 礼拜天 那么各位会想 哇那也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努力 应该就有非常好的结果 我跟各位讲 有一句话形容很接近 努力一定有结果 却不见得是好结果 那就是我的写照 那也有朋友告诉我说 那你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甚至牺牲了你自己的个人跟家庭的这个时间 在你的工作里面 那么长时间这样的劳累没有休息 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身心疲惫 真的觉得不舒服 或者是觉得会很无力感 说真的很奇怪 我在这里告诉各位 我非但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我烦得非常的乐在其中 享受其中 那各位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劳碌力 那么讲到劳碌力 有时候我还想一想说 有时候是我们人生装 我称它叫做 叫做我们无可耐无奈 尽管我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是我的事业 我的工作 就没有因为这样得到我预期想要的豪杰 在场的各位 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心有气质业 那么我先举我年轻的时候 大概前十年 我在两家公司民间的企业里面服务 那么在这两家公司服务的期间 我一样秉持我的原则 非常努力认真的工作 那么我跟几个元老级的员工 从公司还规模是很大 开始一起努力打拼 一直打拼了很多年 那么公司也到达一个成长的瓶颈 可是这两家公司我都觉得很奇怪 他们都碰到了瓶颈跟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而我提供给他们的建议 希望能够采纳我的方法去改变这些事情 可是都没有被采纳 那可能当时我真的年轻 冲动 而且我真的碰到瓶颈 所以呢 我就离开了这两家公司 可是说也奇怪 这个 当我离开这两家公司 不到一两年的期间 两家公司分分都上市 那当时我带出来的几个徒弟 都弥守当然变成了高建主王 配车配房又其他的服务 条件焰火到硬着我 先莫塞 而我呢 我就常常在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那么 为什么努力打拼的时候 都是有我 那么 分享成果的时候 我总缺行 不是这样缺行 我也常常在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的人生 总是在关键的时刻里面 可以让我做了错误的决定 那么 所以说 呃 有时候 我觉得 真的是应验有刚做的吗 啊 努力付出一定有结果 不见得一定是好结果 那这个可能跟我们每次的音乐有关 那么我想 这个也许就是我年轻时候的魔咒 那么再谈到我创业的过程 我离开这两家公司之后 那么我就自己开始了我的创业的立场 那么 当然 我在创业的期间 所投入的薪血时间 远超过我在其他公司服务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投入 那么 这样努力的投入 付出 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成绩 而是非常的奇怪 每每当我在人生中 开始有这些成绩出现的时候 眼看着公司就要向上发展 那么往我们的美好的 变景梦想 迈进的时候 总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甚至 我自己就会不知道为什么 做了一些错误的抉择 而让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大概在我创业过程 持续了十多年 所以我的创业过程 其实是充满了挫折波折还有捷心 所以其实我人生上半场 还体会 创业这两个事 我那时候告诉自己 创业其实是一条寂寞孤独漫长 我又通了大陆 那我觉得很奇怪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同样的细码 不断的在我的身边发生 在我的身上上流 而结局却总而让人不愿 那么在这个背后 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隐约的感觉 有一股向下拉扯的力量 像地系硬力一般 24小时挥之不去的影响 所以我人生会不断的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无论我如何的努力 都是这样的结果 那么这就是在我们人生的 因火因缘当中浮浮沉沉 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看人世间有很多人 跟我们同样的这样无心的结果 那真的叫做人世间身不尤其无奈 因为我们现在人都知道很多 可是去哪里改变什么 他知道很多 却没有办法 有效的去扭转我们的生命 扭转我们的人生 这个应该说起来 就是我们人生的缺癌 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开始意识到 那这应该就是我 业力千亿的关系 所以我开始去 跟很多人一样 开始去寻求宗教的帮助 寻求宗教的慰藉 所以我也 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接触过很多不少的宗教团体 也拜会过 拜访过不少的宗教团体 所以我接触过基督教 佛教 一贯道 还有道教 甚至我 为了搞清楚这些事情 我还在一贯道里面 布了佛堂 住几瓶 吃了几年的树 然而 总括起来 这些系统 在我整个生命中 没有一个可以让我真正感受到 笃定胸有稱族而冥懷自在的生活 这些系统真的没有办法的一个系统 可以让我这一颗 这个叫做 不安定 叫做换得换失 然后让我这一颗 经常拨动物的心 能够得到所谓真正的安定 我真能爬到 因为我后期在庙里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我在一次比较火盘的机会里面 我就逛着逛着逛着 然后就逛到庙里里面放散书的地方 那么我看满桌都是经文顾文的书 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趣 因为一来 我也看不到 后来我真的没有时间到总的写书 那么就在我在晃着晃着的时候 忽然间我的眼角少到一本书 引起我的兴趣 那是比较现代的书 我随手拿起来一看 那一本书叫做千年之月 那么我就翻着翻着翻着 我看看里面还行 所以我就盖起来放到我的包包里 从此在你的机会打开来研究 那么一直到有一个姻缘 我的大哥也就是刚刚前面那位分享者 好来 刚好 我们大陆回来来找我 那么当时 他应该说是还身处 真的是人生的最低点 那身处在爱的痛苦里早当中 那么比起我来 他应该说 惨烈的程度要度严重许多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把我那一本 珍藏了很久的 那一本千年之月 那么当然我也花了不少精神跟时间 来安慰他 我凭他那个受伤的心理 那后来他就带着这本书就回去了 结果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我来的姻缘 我送了他一本千年之月 结果没想到 这个无心插铁 半个月之后 他送了我一个超级神的姻缘 所以从此开启了 我跟超马来这样一个姻缘 在这里我也是非常感谢 我的大分合力产生先生 真的感谢他当时 适时的帮我推荐这一本书 那么让我在我年纪中年的时候 还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系统 那么让我的人生从此以后 可以开始不再继续错误下去 其实当时我收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的公司原面里了一个非常非常人奇的观点 那么这个应该这样来说 就是原来我们公司也是发展到一个程度 那么由于又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去做扩充 那么需要一个大一股办公室 所以呢 我就找了一个足够大的办公室 那么各位当过老板在座应该不少人 找办公室 那很重要 当然我们要找一个地理好风水好的地方 这样做起来比较顺利 所以当时呢 我也是这样的心情 可是我告诉各位 我的家族有40年的内装的经验 所以从小在和如木兰之下 其实我对风水的地理这一块 是有一些概念 第二个 我本身其实也带有一些敏感体质 所以进入一个空间不用太久 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 它适不适合我们长期的居住 可是说很奇怪 那一天我们去慧慧现场的时候 一来我也没有看到 这房子有什么问题 二来我也完全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事情 那么就这样呢 觉得还可以就把这房子签下来 那么一直到庄房的时候呢 庄房到一半 我去一看现场一看 天啊 我们公司刚好有两栋高丞的大楼中间的空间 只冲了我们公司的窗户 那我才想当时我去慧慧的时候 应该窗户也不知道被谁稍微拉近 太多一点点 所以我也没有看到这些 那么这真的是一个很没有办法 默默的那种事情 那我想为什么这么多的窗 或许那就是我的负能量 又再一次为我量身定做的精彩好行 正要上演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的 所以只好硬着头子就搬进去回家 而是搬进去之后的一个月发生 发现不知道 杨宏被问提到 为什么 我们公司所有的业务 全部都停顿 那这停顿是什么 哎 我跟各位报告 不是新的案子进不来而已 是我原来的案子已经签约 已经收了订单的案子 过逐渠 那这个情况大概持续的快一年 那各位知道 像我们这一种中小企业 体弱多病 然后那位起司 不加先天师 先天不足后天师调的公司 如果一年内 这样一年持续的业务行动 这个会要命 所以当时我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情无忠 真的是非常游戏 那所幸当时我有这一本超级神秘的马戏 真的在我拜读的这个内容之后 带给我自己一个心里非常欢慰 那么我在看完这些书之后 也从此我对 因为我知道里面有一些神秘的作用 所以从此我对世界对人生有信心 那么 所以我在 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也体会蛮深啊 因为人生的困境当中 如何多困 这是个非常非常重点的问题 希望大家都不会应该对这种问题 那么我记得我是前年的12月接触到超码系统 其实刚接到超码系统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这本书妙妙不强 所以呢 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就是开始去买书算数 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因缘 那么因为这样的因缘 那么去年的四月份 我在天原文化这边 我上了教育的殷琴学姐 那么在去年的六月份 我就上了导师的第一 导师的六月份的讲座 然后在去年的六月份 也真的感恩导师 他帮我做了一对一的咨询 那么去年的七月份 那么因为因缘的邀约 还有导师的指点 指导 所以我就去参加了 因缘在台北天原文化的一个经验会 那么刚开始进入这套系统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那么我只是傻傻的 照着书宗或者导师交往 一二三 步骤一二三的训统 那么我们开始练习 他们发愈 爱与感恩 太太心怀 做着做着 然后呢 我如果有出去拜访客户厂商的时候 我顺便就带一些这个操码书 去跟他们聊聊操码 但是我怕我很突兀 他们恐怕看到书不愿意收 所以我都装在一个小的鱼盒 一个一个拿进去收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这个有时间 时间允许我们也会到 这个路上去发 我们的小车子签举事业 那么如果因缘成熟 我们也会 尤其助理接触一些 有缘的朋友 那么甚至在一样的时刻 我们也坐了部分的裁度上 坦白讲当时的话 真的没什么钱 可是既然是必要的时刻 我们就硬着头去做了这些部分的裁度 那这部是包括是我们 有助于超码系统的书 这个系列的书籍 那也包括我们 去捷远导师讲座的文票 来分享一些有缘的方法 来分享 那么就这样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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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有感觉到 我还没有进入到超码系统 我只是买书送书 这样的过程 即使我感觉症状已经缓解了 只是 只是当时的我们 十万火急是真的来不及 所以心上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不过我相信导师应该知道我们当时的情况 所以应该有帮我们做部分的调整 加上我们在超码的学习过程当中 多多少少做了一丁点的小事 那么天地就开始开始 帮我们开始做运化的转变 我记得 我们大概是在 老师跟我们做一对一咨询后的两个月 也就是去年的8月了 突然间我们感觉 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枷锁 忽然间松掉了 那么我们公司的业务 再度正常运转起来 该进来的业务进来 该签的合约签 该出货的出货 然后该执行的专案执行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又感觉到有一些 对我们很好而且很奇妙的现象发生 第一个现象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 按时就自己来找我们 以前我们好业务 以前我们做业务 要到处马不停起的去拜访客户 去拜访客户 希望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机会 如果客户给我们一些工作 我们就感激到不行 那么 不想从什么时候开始 客户自己打电话来 指定我们过去帮他 做一些服务 做一些来业务 那么第二个 另外一个 第二个是比较 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的客户变好 因为以前我们要做一些 或壮烂 要透过一些中间厂商 那其实我们付出了非常的多 可是所得到的回报 真的是过得了 可是就这样运作着运作着 大概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非常奇怪 所以我们原来夹在我们中间的 这些中间厂商 有的是因为币安在调查 他主动放弃 有的是因为不晓得什么 也因为他的资格不服 有的是因为他在做别的案子 出了疲漏 然后被我的终端客户 直接disqualify 那有的是因为我的中间厂商 不知道去哪里打听 知道我们的工程主 动来找我们 要我们帮他做一些活物 那么再我的感觉就是 当我学习超马之后 很奇怪 好的因缘 一个一个进来 不好的因缘 就一个一个出去了 也就是说天地 正在帮我们做 拖全方位拖台湾 那还有一个奇妙的现象 就是我们案子的规模 变大 以前我们在辛苦服务的时候 我们的案子一个当案的金额 大概是六位岁 七位岁 那么慢慢慢慢到今年 我们的金额 我们的金额 股票大高将到八位数 七位数 甚至如果我们才有利益 今年有机会有可能 能够 跳升到九位数 那么这一与我们过往 我们我们的这些经验来看 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 那其实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好的现象产生 就是 未股显化 我随便举两个例子 在某电力公司 那么因为它的采货性能 可能达到一个程度不善 那么各家厂商 大家都各写神龙保足力 要来征请这些订单 那么我很多同业的人 这些厂商他们都去找很多的关系 然后很多所谓的key name 然后呢 希望对他们推广这个业务 能够有所帮助 那么 我当时因为很忙 我也没有时间去搞这些事情 可是各位知道吗 从我学习了超马之后 我惊讶的发现 原来他们寻寻命运 想要找的这位叫做关键人物 其实我跟他早已熟识了 而且我每天在line上面 跟他hello找来已经好多年了 那么这种精在之词的助力 如果我的能量不足 我的因缘未竟具足是真的不知道 那学习超马之后 居然知道 居然让我知道的这件事 原来 后来了解的结果就是 但是我这位朋友本身 他也非常的意料 而如果这个人也不太喜欢 他就贴他 可是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现在同业 反过来是希望帮他 那么去找一些关系 然后呢 我再举一个 就是我们做太阳能电厂 这个便利形成的位置 因为我们公司有做一些 电力优化的产品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去特别努力做什么 但是 近年的某一天 我的某位朋友 带着他的好朋友来到公司找我 他要求我们呢 跟他一起去执行太阳的一个 安能电厂 电力提升案 我也不曉得我们的产品 还有这种需要用 这也是他们看完之后 提醒我 那么我就傻乎乎的跟着他去泰国 那各位知道吗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他是泰国皇家EA人员集团公司 那这个岸场目前啊 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规模 它的金银的效益全世界最好 它的发电效益全世界最高 投资报酬领全世界最优的大名店 也就是说 他就是世界这个所有太阳能场的主要 那么所有的这些业者定期来去 会去这个太阳能场去过商场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跟其中一位主要做管理的这个人员 有的接触 镜头有的电传有的朋友 那么他呢 其实他是一位中国人 那他在全世界能源平台里面 也扮演着具处群众的角色 因为他们国际上有一个能源的这个协会 那他在里面担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我觉得以上这些转变的这个字 以我们公司原来的这个背景 我们的社交关系 还有以往的残痛经验教学 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转变 也不可能就有这样子 会不会有这样的使用 那么若不是天地的波动 若不是老师跟天地 适时的帮我们转化 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这些 然后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如果到这个时间点没有碰到超马系统 没有碰到老师 我想应该早已无理回天 那么此时此刻的我 在这里 该身处何地 身在何处 这是我真的不敢想象的 所以在这里 我真的感恩老师 我真的感恩天地 帮我们做这些 谢谢 那么即使我今天 在这里做分享 那么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不可以算是一个 成功的分享案例 因为 我也还没有看到成功 我们距离成功 还有很长的一段的空间 未来有很多的问题 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 我只是抛砖演艺的 评述了过接触超马以来 这一段奇妙的记忆 跟转变的立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并且我亲身来跟大家见证这样的事实 其实认真地说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也有很深的起悟 那么真的什么叫做成功 那如果真的要为成功 来下一个定理 我想 我就 我要 跟各位讲 太阳圣德老师 也曾经 不止一次的交和付 如果我们努力的实修实练 当我们每天 分分秒秒的齐心动念 言行举止 我们所作所为均合于天心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将会进入一个 一个圆满完美的循环 而在这个循环里面 不管是个人的 自身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乃至于人际关系 还有我们人生种种种种做者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都即将获得全面性的成功 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样子 那么 所谓 顺光顺神 丰盛喜乐 将不求是 那么在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即使面对这样子的 这样子这么多的磨难 这么多的困难 我现在都真的跟各位讲 我们真的是必须要 相信天地之爱 一直都在 那其实当我们 真的已经做到了 刚刚讲的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那么其实我们 所普普追求的 这所谓成功辅助 辅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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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地所能给予我们 是全方位的辅助 全方位的成功 远远超过我们 在人世间 辅辅追求想要的那种成功 那么各位 在场的嘉宾朋友兄弟姐妹 不论呢 你是 现在是超马来西学员 最学员 或者你是今天刚刚接触的 来宾朋友 或者是友缘呢 有机会看到这一段 影音的这些人 如果你现在呢 还在寻寻觅觅觅 还在追求 还在犹豫 还在彷徨 还在观望 还在举情不定当中的你 在这里 我真的真心的希望你们 敞开心门 给自己一个重生蜕变的机会 给自己一个扭转局势的机会 为自己 设定了一段 时间 然后在超马系统里面 真正好好用心 实修实验的一段时间 做个试验 因为说不定啊 我们人生啊 从此 风准喜乐 人生大不逃 最后 在这里祝福在场的一位嘉宾 风准喜乐 心想事成 谢谢大家